創下 剛剛川普是回應服飾的專訪 他說他對於協議要不要全面的翻臉 直接瞌睡 直接懲罰 他現在很糾結 還沒有決定 但是他處在一個火山爆發的狀況 川普最近真的像吃的火藥了一樣 火山爆發了 所以他會講的是1月15號 好不容易拿到了中美貿易協定 他現在要考慮說是不是要繼續下去 還是說直接就關稅打下去了 因為很多人就問 你什麼時候跟習近平通個熱線 他說我現在跟中國關係非常的不好 對於貿易協定來說 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跟中國簽訂貿易協定 他們做不到 也沒有意願努力做下去 所以我現在很糾結 搞不好就直接的不再談貿易協定了 直接就做下去 川普為什麼火氣這麼大呢 因為他突然真正的感受到 生命受到了威脅 為什麼生命受到威脅呢 連續四天對他來講都是不好的消息 當然火冒山上 第一個是5月6號的時候 川普的隨身的隨護 竟然被確診了 就離著他那麼近 他的壓力有多大 然後川普把他講說我跟他不熟 他只是隨著 所以沒有常常貼近我 但是第二天呢 彭斯的發言人米勒也確診了 然後這個時候 連川普的女兒 伊賓卡的特助 私人助理也確診了 然後最後讓川普壓力最大的是 5月9號的時候 保護川普全世界最精銳的 美國密情局 34個密情人員 密情幹員通通都確診了 他們跟著川普到處做 如果川普是因為最近沒跑 不然空軍1號 他們都在上空軍1號上 川普的壓力就非常的大了 而且美國這樣一個確診 之後擴散出去呢 現在CD美國防疫呢 有三巨頭 CDC裡面 像佛奇呢 已經隔離了 因為這個狀況這樣 所以佛奇已經隔離了 食藥署的負責人也隔離了 FDA也隔離了 CDC的負責人 防疫三巨頭 通通都隔離下去了 所以他們一定要去追究 這筆帳 然後他們講說這個帳一定跟武漢實驗室要去追究 然後這個時候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突然殺了出來 德國的民進週刊報導 說是由德國的聯邦調查局去查到了 在去年的一 今年的1月21號 習近平和譚德塞有通電話 拜託譚德塞 你把人傳人 還有全球大流星往後壓 然後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第一個 德國聯邦情報局是整個歐盟裡面非常傑出的情報單位 他叫做歐盟的CIA1953年成立 完全就是比照美國的1947年成立的CIA 一模一樣的規格 情報能力特別強 而德國這時候特別丟出來是說 因為為什麼要講1月21號 因為1月22號的傍晚 中國突然講武漢要封城 23號封城 所以你有500萬人跑掉 有6萬人跑到382城市 這個時候抓到你習近平跟譚德塞 說我們要把這個消息往後延 那你不是等於說現在講的 因為你引力 因為你整個譚德塞配合當中國 所以整個跑掉了嗎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 等於是將來呈堂震共裡面 由德國情報單位得出來的一個證據 壓力是更大 然後接下來是更過出來是 美國也發現說 由倫敦查證小組 由英國那邊也出手了 他們從衛星圖裡面去看 去年非常奇特的是 這個疫情的引力可能是去年10月7號到10月24號 那三個禮拜之間就發生了 因為為什麼他們從衛星裡面看 整個那個手機行動的一個通訊 突然之間就在武漢實驗室 這三個禮拜內完全幾乎是空的 沒有人使用 那代表那邊是有個緊急狀態 很多人被管制了 手機不能用了 那剛好在這個三個禮拜內 武漢實驗室就出事了 是不是有這個狀況 到了24號才啟動 所以所有證據推過去 川普火很大 而全世界的證據一直指向武漢P4實驗室 進行其中一個禮拜挑戰 谢谢观看